我們最後就是要講到那個修改部分 修改update啦 所以其實它語法跟delete蠻像的 有沒有發現update 哪個table 後面會有哪一個number 其實都固定 主要是根據一個它的編號 或根據它的key 就是那個一般都是根據它那個唯一的 不然的話如果說 假如你不用編號的話 會重複那邊會刪掉 三道跟它一樣的那個名稱 如果用姓名有可能是重複的 那修改的話呢多一個什麼 中間加一個set 因為我要修改的是哪幾號的電話 所以特別是這邊加一個set 哪一個欄位放什麼樣的資料 所以修改的方法的話 那因為我這邊有多一個sy 這個不加也沒關係啦 我做一次給我看一下 所以如果要修改的話 那一樣我們先第一步 先把這個地方開個模組 然後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這邊叫刪除 把這邊Ctrl C 然後貼過來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修改 OK 那修改部分的話 大概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一樣把它放大一下 首先的話就剛剛講的 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改成叫update 大小寫的話 其實它沒有區別 你用全部大寫 全部寫都沒關係 然後把這個地方開個模組 然後會有1號好了 比如說1號現在我是1234 那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8764321好了 把它顛倒過來 OK 然後我就是中間的話 記得關鍵地方就在這中間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set set的話基本上就修改 set哪一個欄位 tl 等於什麼 那個 雙1號先 單1號先加 空1格 set 它的電話號碼本來是02對不對 叫1234568 把它改成什麼 顛倒過來 8654321 顛倒 OK 特別注意後面的話就會 它的編號是1號 OK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一樣 把它改完之後 再把它查回來 看有沒有查成功 如果成功的話 那表示OK 試試看好了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不對 這邊有語法錯誤 它會跟你講說 Operation Air 就是你的操作錯誤 他說Near Front 甚至他還跟你講語法錯誤 在哪裡呢 在那個Front的附近 發生錯誤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語法的話 我看一下 應該是否打錯了 哪一個地方也錯 Front有沒有發現 所以update delete需要Front select也需要Front 但update不需要Front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有時候語法 update 哪一個table 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select有Front delete也有Front update沒有Front 所以他期望為什麼不乾脆統一一下 OK 然後中間就是set 哪個欄位等於什麼 會有它的條 這個是條件 修改什麼的條件 OK 把它執行一下 不過我 我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可是裡面好像 剛剛已經把1刪掉了 所以不對 應該是要改2好了 然後改成什麼 改成2345678好了 這邊改成2345678 因為它沒有2 所以它沒有1 所以裡面沒有 就只要找不到 它沒有錯誤訊息 試一下 有沒有發現 把這個有沒有 改成這樣子 再來一樣 再把它刪好了 3一樣再把它改一下 這個3 改成全部都是1好了 資金 全部都是1 OK 所以一定要這樣的方式 反正基本上 新增 查詢 刪除 修改 那以後的話 這四個就很足夠 你要做一個系統都夠用 像以前我寫什麼 像什麼 圖書版查詢系統 後來發現我用來用去 好像都這四招 還有什麼 會計系統 然後呢 又做一些 像類似的 這相關的系統 禁銷售系統 好像用來用去 也都這些東西 所以以後 你只要能夠 懂得活用 這四個方法的話 其實基本上 都已經足夠 你做很多的應用了 所以後面的話 再來我們就要 做個變化 所以後面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把前面的那個什麼 會員資料 我們前面不是有個Member 點TST對不對 然後呢 我希望把這個Member 點TST 總共50個會員的資料 它裡面 當我們剛剛兩個欄位 現在變成有五個欄位 那要怎麼樣 把資料寫到那個裡面去 所以還記得吧 我們Member.tst 應該是放在哪裡呢 在雲端 在雲端白板裡面 我記得好像 或者你們可以找到這邊 一樣有一個Member.tst 然後你可以把 這個檔案把它什麼 存下來 檔案下載 下載成一個TST好了 存溫字 假設我要把這個Member.tst的資料 把它寫入到資料庫的話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該怎麼做 一樣嘛 我希望就是 因為有五十個會員 我希望把這五十個會員 放到資料庫 然後再把它查出來 然後再做刪除跟修改的相關列席的話 那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OK 延伸的部分 等於是我們剛剛有新增查詢刪除修改 哦 這裏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